如果现在给你100万美金 你会买比特币还是以太坊呢 就现在这个阶段来看 那现在的话又是多空户到傻逼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比特币价格 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这个44,000美金这个水平 很明显它一直是处于一个高位进行震荡 那一小时级别的话 它一直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没有去走动是吧 一直是在这个区间来回盘整 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盘整 在这个高位是吧 那一小时级别很明显 它在这个箱体里面 也没有去向上突破 只是测试上方的一个顶点 都没有去向上突破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之前的话我们在328的时候 也预设过有这种行情 那之前在328的话它也是在这个箱体里面 长时间的进行一个盘整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上方的一个高位进行震荡 那这种震荡的话 极有可能 它是要进行下一轮的一个上涨 是吧 而且它现在如果突破这种趋势的话 意味着它有更高的一个上涨 那肯定要去继续去做多了是吧 如果突破一个前高点 剩44,700美金的水平 那就是一个扎仓去做多比特币的一个机会 那大家可以看到日线级别 如果它突破我们所说的上方的这个阻力点 是吧 下一个目标价格肯定是在这个48,000到52,000这个区间 所以这个区间来看的话 我们是认为如果它突破这个阻力点下方这个位置 它突破这个位置 那意味着它可能会回到上方去上涨到这一片区间了 那1月份可能会在这个5万美金这一片区间 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盘整 那上行到上方的位置的话 至于你想去检仓是吧 你的合约里头去检仓指引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你说低倍的话 应该是可以盈利的这一波行情 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鱼尾行情 这一波行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为什么这一波的话 它也会跟随比特币进行联动向上去突破呢 大家看一下 它一小级别之前的话是有一个到强的一个突破到一个差不多2400这个水平 随后它价格的话是出现了一波回调啊 直接去下跌了接近10%多 那这一波你看 打的一个以太坊的话 去相当突破 但是它形状了一波的一个假的一个突破这个位置 假突破之后啊 回踩那回踩的话 它回踩这个颈部的位置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上升机会啊 其实你是在这个位置啊 2200美金附近啊 是可以去做一笔多头的 止损位置是放在下方的这个 比较低的位置啊 在这个2180左右这个水平啊 那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单子的 因为的话 它现在的话 它打破了这种 这个箱体的话啊 这个下降的一个三角在这个位置 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啊 打破啊 那之前在这个位置 多次都没有去成功啊 那这一次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成功 成功了以后 那可能会去看到我们 2300多啊 甚至到达2400的水平啊 如果这一波能够顺利的话 它应该是看到2400以上的一个以太坊 我是看到更高的一个位置的 所以就现在而言的话 整体的一个比特币价格啊 我认为啊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果给你100万美金 你是买这个比特币 还是以太坊 我认为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在这一波买比特币 虽然作为一个老韭菜啊 肯定是买比特币的 以太坊的话 虽然它涨幅啊 可能涨得更高 但是的话 我们一般是追求比较稳定的 如果你资金量大 肯定是追求比较稳定的一个品种 而且它拉上去的话 肯定是比特币先拉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报上地图 也可以去看到现在的一个阻力点 44000 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阻力啊 它在全网的一个交易所里面 有3.6亿美金的一个空单位币清算 在日内是吧 那下方的话 是在这个比较强劲支撑 肯定是在一个 43200美金的水平 是比较强劲支撑 有5亿美金的一个空单 多单的会被清算了 这个位置 所以今天的话 应该是围绕这两个点去操作啊 就行了 可能会 它会回踩一下这个 43000 然后再进行反弹了 可能会爆一波 多头再去向上啊 所以 这种行情来看的话 我们基本知道它是要去向上冲了 但是它要回踩一下 再向上冲 还是是直接是向上突破啊 这个我们不能保证来去确定啊 但是 唯一能够确定一点的80%的概率啊 它是能够到达上方的一个46,000到48,000这个水平 是能够到达的 所以 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有很多主流币啊 已经向上冲突破啊 包括我们说的一个 Solona Solona之前我是在我的带单群里面是吧 是分析过了它的一个情况啊 它就是要去向上突破了啊 之前我也分析过了是吧 你看它的一个走势啊 它就是看这一波是吧 上次我画出来的 还有啊 很小 现在这里啊 我是看到这一波 看到接近这个水平啊 是吧 上方的一个140美金这个水平 所以现在来看它已经差不多100美金了 距离我们的目标价格应该很近了 现在我在比例上面的一个带单的话 还可以去显示啊 现货那里还是可以去看到 有一笔的一个现货的单子 还在继续持有的 扎仓了一次中途是吧 所以现在的话稳定盈利的 还有很多币种的话 肯定会出现下一步的一个上涨 基于哪样币种呢 还有那些BRC20代币的话 也会跟上这一波行情啊 像老鼠币啊 还有AST ATS啊 很多币种的话都会去向上定突破啊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大家要去抓住这波机遇啊 现在这个阳线拉上来 可能这个阳线还不够直啊 可能是这样的 是吧 兄弟 啊 所以啊 介绍的行情话非常急得吃带啊 好 我们今天内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对能源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击我下方视频 啊 这里啊 去加入我们的免费电报群啊 咨询能源怎么去加入能源的VIP社群啊 下方有交易所注册的一个链接 大家都可以去注册啊 BG OK 还有BN啊 好 我们今天的永远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